如果論文抄襲的人都可以提名為市長 直轄是市長候選人 你說這個有沒有沉淪 如果抄襲那麼明確 還舉黨捍衛 這個多恐怖啊 黑白顛倒 民進黨這樣硬拗 把台灣的善良誠實都摧毀了 宣佈參選台北市長 坦白講這是一個非常艱困的決定 我們也決定了 要對居住正義採取五大政策 我們必須要扛下這個時代的 唐級歌德的責任 投入這場選戰 就為了我們年輕人這個困境 提出解決的方案 為這個歷史 為這個土地負起責任 我是一個老北漂青年 我跟蔡英文同年 那麼我從鄉下的台南來到台北 當一個北漂青年 柯市長 2014就職 2015年的人口270.4萬 那麼到了今年5月 台北的人口只剩下247萬 在短短的不到7年 台北市的人口少了23.4萬 不到7年 就是柯市長的任內 人口就少了23.4 這個情勢如果不改變的話呢 那是更慘了 所以呢 我們選擇在台北 解決所有北漂青年最困難的挑戰 那麼所以我們台灣在面對大家討論國際情勢 國安情勢 可是大家要回到很現實的 當著少子話繼續之後 台灣整個社會經濟是要崩塌的 如果論文抄襲的人都可以提名為市長 直下是市長候選的 你說這個有沒有沉淪啊 如果抄襲那麼明確 還舉黨捍衛 這個多恐怖啊 黑白顛倒 那麼如果 有四個市長參選人努力的奔波了兩年三年 結果呢 黨主席總統說一句 這個要這個主席一個人來決定 民主程序沒收了 經過了歷經了幾十年的民主運動 這樣子算不算民主的沉淪